我們的臥哥 這次手機拿起來會是什麼呢 沒有 乖了 還沒贏 等一下 贏了再說 對 贏了再說 黑人 加緊在練習手感 對 你有沒有發現每次弄的都是那個臥哥 然後他都一直叫黑人 你過來看一下 過來看一下 我們這次比這個 我們比那個 對比那個 然後 好了啦 好了啦 喔 又甩起來了 臥哥 甩起來 這樣甩 這樣甩的話暖暖包會越來越亮 對啊 你還記得 小時候就是那時候 我國高中的時候 我們班上也有人在那邊丟那個暖暖包 然後也是丟一丟 然後整個就打 然後打出來 然後全部都是黑的 哈哈哈哈 那也很尷尬 那很尷尬 你說等一下會不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灑一灑 整個都黑的 那估計我們畫面回到我們兩個身上 哈哈哈哈 這邊可能 等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現場出了一點問題 我們可能要調整一下 然後只15分鐘調整一下 這馬 比賽馬上開始 好 進入到的是官方指定賽道 急速空港 到底怎麼說 對 一開始 黑人跟沃克是先殺了出來 一個對撞 沒有 ECU出去之後看一下 這個點 黑人跟沃克都發生失誤了 哇 稍微往後掉喔 那 努跟小羽其實領先的幅度 就會稍微比較巨大一些了 看一下第一局的空港 黑人掉得很遠 謹慎沃克一人在前面了 哇真的喔 這後面黑人的落後幅度是 確實有點巨大 但沃克直接 一超二 呃 呃 沒上 還好復位在上面 這邊影響還沒那麼大 前面兩個人 好像也發生失誤 沒錯 那這樣子後面其實黑人是有機會可以慢慢追上的喔 對一連串的失誤讓黑人的距離拉近很多 我剛剛他那裡好尷尬喔 剛剛那裡原地彈跳兩次 對女巫在前面也發生了一點路線偏差 沃克再次拉近 這邊什麼時候開戰器 但小羽擠了上來 擠了上來把沃克推開了 這邊助攻的很完美 沃克為了抓好這個角度 只有快出CW 哇那AZ1看起來今天這個至少在空港的表現 好像 有點頂不住耶 擋不住耶 很不錯喔 看一下沃克能不能夠再追上去幫黑人補一點分數喔 小羽跟女巫在最後面這邊有沒有機會 被沃克影響到 有 有有影響到 那這裡趙又插撞到兩邊的牆壁 沃克自己是復位了 哇 尷尬 那這裡的話女巫 女巫按反了方向間 對他按反了 那後面的話事實上沃克有來到第二名的一個機會 但小羽 看起來是要成功拿到這一場 欸 沃克從側面的一個切入 最後拿到了首位 不過 首位但黑人有點傷 四 對 最後的話是在 不過有多補一分啦 就是沃克這個首位是有幫助 雲居多補一分的 這不只一分啦 一來一回有兩分 一來一回差兩分沒錯 兩分差很多 黑人的話 剛剛還來不及看的一個狀態是 後面其實還有再掉一次 再掉一次 然後還有些些許的小失誤 但這樣子 沃克的 算 超常發揮 也幫助他們這一局在空港 並沒有落後到太多分數 對還不錯 那 女巫的話也是掉的蠻多的 分數其實 沒差多少 好像沒差多少 對反而沒差多少了 這邊沒想到最後是 女巫關鍵的一個方式 關鍵的女巫 自主的一個失誤 掉的太遠了 方向劍暗反 沒錯 這個車頭的角度完全的錯誤 本來是一個大好機會的喔 可以在空港把分數 然後我們現在畫面 可以到的是AZ1 不知道是哪邊選圖啊 看起來好像是 有可能是同分 同分的話我記得是 由這邊是由AZ選圖 所以剛剛的話 雲區分數比較高嗎 對應該是 應該是同分 喔我們剛剛是同分啊 OK那因為我們剛剛這裡的官方 給予我們的裁定是說 雲區是先充現的 所以最後是有AZ可以來有一個選圖的機會 對我們的規章 也是非常的完善 其實你知道我今天再來的時候 我們很少 有那個Rundown跟他們這個 說來賽制 然後抄他像一本書一樣 對像一本書 厚厚一本 對確實其實真的 官方在給予這個賽事上面的規定 也是有很多的想法啦 那也是保障選手的一些權益 像我們光這個賽制就有一個目錄 然後有八項 就是全部加起來也是跟一本書沒兩樣 對 考試重點 啊考試重點 會考 沒錯 反正基本上 八項會考 這一本的重點就是 冠軍五萬塊新台幣 這個是 重點重點重點 對沒錯 然後再加上這個五萬的鑽石嘛 然後還有美人的一個獎盃以及獎章 以及這個A冊的自選 然後我們也是在提醒一下各位 好了 那我們要進入到的是今天 冠軍戰 由AZ所選的 廣寒仙境 全部人都是 屠心者 看一下這邊有女巫率先殺出去 但空飄小雨脫飄了 還好 氮氣有序上 沒有落後太多 這個暴力入彎看一下 沃克一個反超之後 兩個人的路線差不多 對 沃克是跟黑人拿下一個雙力不少 女巫一個一超二嗎 不過在這個彎道超了一瞬間 反而是又讓了回去 對 反而是讓小雨 小雨率先殺出來了 沒錯 剛剛關鍵的地方可能還會是最後在終點前的這個飛躍點 這邊跟隊友之間有一些碰撞摩擦導致沒有CW黑人的飛躍點 欸有人在復位了是小雨 小雨掉了 完啦 那我們剛剛前面在講的 如果你在面對冠軍賽的時候陷入有這樣子的一個失誤的話 那就是給機會 對 給了一個很大的機會喔 這邊沃克是不會把這個機會給放掉的 只剩女巫一個人在前面一扛二 欸這邊沒踩到加速帶來讓女巫瞬間上來之後 這一個彎道女巫又再次脫飄 對 沃克的 沃克的過彎的角度是稍微好一點點 對 有掌握到先機 但 女巫跳得高了一點點 這邊還有兩個 可養衰的 兩個車身位的一個落後 關鍵的飛越跳台 這裡會不會有人再掉下去洗澡呢 比較難操了喔 在這裡 喔 背著角度女巫好像再好一點 對 這一滴喔 成功的反衝沃克 給你機會了 對 也給機會了 沒想到沃克在這裡是 有可能 下去的位置有點抖啊 導致球穩了 那這樣子的話應該是有1分的差距囉 喔 這兩隊也太刺激了吧 喔 26.85 26 都是10分 這邊看一下 喔 小宇多掉了1分 那好像又是評分耶 小宇的一個成績這邊 看起來又是評分 對 又是評分 那率先抽獻的是女巫嘛 對 所以下一場應該是雲居選圖了 來到了雲居選圖 哇 連續兩張的同分 都是35現在 35比35 哇 這兩隻隊目前感覺到 這個實力是非常接近喔 他戴的口罩是這個耶 小橘子的口罩耶 對 小橘子的口罩 這一次 幾速淋雨有出專屬的口罩 還有這個 賽車的 賽車的口罩 喔 有有有有 對 很可愛 那時候我們有收到 非常的開心啊 我覺得好像還有這個小橘子的抱枕 你知道嗎 有 有小橘子的抱枕 對 這也是非常可愛的一些周邊啊 我記得還蠻多都是你參加活動 參加比賽他就會給你 像之前我記得好像有參加 比賽你就可以拿到一個 屬於你自己的賽車外套啊 我記得你之前也是有參加過比賽 然後有拿過蠻多外套的嗎 喔 我 外套 對啊 就是一些賽車服嗎 賽車服有 那個不是外套是嗎 我有點忘記了耶 因為有點多 喔 有點多 平常是不是 平常也沒在穿 對 平常比較少穿 還是你下次我們 還是下次吃個宵夜 你穿個賽車服出來 先不要 先不要 這個 平常比較少穿啊 比較少穿 沒什麼機會穿到 當然如果有比賽的時候 我們是還蠻適合穿 或者有一些線下的活動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之前比賽的時候 都是穿這個亞洲杯的這個衣服 有有有有 那是蠻帥氣 好 那我們這裡的話 也是要等待下一張圖的出現 好 是這個天空之城 沒錯 一樣是由雲居建技 所擅長的一個天空之城 我覺得他們剛剛上一輪是不是也選這張圖啊 對 沒錯 也選這張圖 在落後之後 選擇這張圖 他們在那個空港落後之後嘛 沒錯 好 那我們就要馬上開 35比35 前面小羽殺出來之後 進行一個內線卡位 但又脫飄了 哇 哇 小羽這邊連續兩場的一個 算是發生一些小食物 制度食物比較多了 對 那這張賽道就是沃克跟黑人 尤其是沃克啦 他看起來就是他的Main圖 這邊黑人被一個對抗掉之後 這裡ECU 呃 暗慢了 對 稍微去救一下自己車頭的角度 側身接單噴 沃克這一場的一個 喔 角度有點太貼了 不過沒關係 影響不大 路線什麼的都還是掌握得相當不錯 但女巫這裡只有CW噴 欸 這個進道點過的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女巫這裡稍微有一些碰撞 不過也還好 對 而且少氣了喔 這邊只能連續的CW 不過沃克在前面雖然說 有一些零碎的小失誤 但他依然還是領先將近快要一整個彎啊 對 很穩健 有特別練過這張賽道啊 欸 才剛講完 這裡發生了一點零碎的小失誤 這個距離領先的還是相當不錯 再給ECU做一個提速 可以把分數拉開蠻多的 在這一場 等一下進入到的是最後的終點 一秒 兩秒 三秒 哇 三秒 而且還是黑輪衝線啊 那這一波是雲居拿到了一個大幅的分差 對 大幅度的一個領先了 分差終於在第三章賽道中拉開 最後有駕駛的是一個預言神兵 成功拿到了關鍵的一個領先 好 這邊黑人是同秒啊 對 同秒耶 點81 對 點81 點81的話就跳秒了 嗯 跳秒了 就跳了 對 對 就差0.01嘛 尷尬 就少了一分 再快了0.01的話就多一分 對 這一分其實是至關重要啊 但也沒事已經領先夠多了 尾數居然是相同的 這比較少見啦 一般以往都會是 有一些不同 對 有些差距 但這一局應該是有拉到3到4分喔 這樣看下來 對 有拉到蠻多分數的 這場可能有點尷尬了 但運氣好的是 對於 AZ1來說就是 黑人也跳秒了 而且可以選圖吧 對 可以選圖 就是你沒輸太多 但 開始選圖了 你還是可以選圖 你可以把分數給追過來 我們這裡可以等待一下他們選的是哪一張圖 接下來要進到第四張囉 第四張的一個賽道 第四張 選擇的是南圖來了 美洲大峽谷 我在想說今天怎麼還沒有人選 終於有人選了 對 終於有人選了 而且這張圖的話 基本上綁定天狼星 一台小朋友跟氮氣動力很高的車 對 而且這種 南圖的單圈賽道有時候 一來一回就會差到蠻多了 對 而且這個圖的話 輸力也偏高 用這台車的話動力很大 要看一下選手的一個操作性 他們剛剛這衣服穿得好像 我一開始以為是隊服 有那麼一點像 有那麼像齁 我一開始以為是他們的隊服 但看起來應該是各穿各的 對 各穿各的 就我們一起穿黑的 黑白色系 對 沒問題 通常隊伍的話 有些隊伍會在一起去打比賽的時候 一起說好要穿什麼樣的顏色衣服 就統一性啦 對 統一性 那另外一邊呢 其實你這樣一講我特別好奇一下另外一邊 讓他們這麼穿的 突然間忘記了 都看沃克在耍寶 對啊 沒有在 沒有看到 有了有了有了 畫面來了 這裡也是一個黑白色系 另外一邊 對 沒錯 差不多嘛 是吧 差不多嘛 是吧 好 那我們比賽 馬上就要開始了 喔 但有人不是 開天狼星啊 對 是選擇了 對 是飛關 對 飛關 黑人跟沃克兩個人的選擇 跟另外兩位是完全的不同 比較穩健的一台車 但動力會小一點 欸 女巫 不是鎖胎 怎麼了 對抗到鎖胎了 比較少見沃克這裡殺出來之後 ECU 對 直接要拉開這個領線的距離 不跟你演了 如果這個圖開指揮官的話 是也有好處 就是 不用卡氣 但 車速會慢一點 動力什麼的都會比較小 但容錯率是 比較高一些啦 就是他可以去多做一些 對 容錯率高一些 多做一些操作 但旁邊的話再一個ECU 去做一個提速沒問題 看一下小羽這邊那個操作 能不能夠透過動力去拉近 跟 欸 有了 拉近了 而且沃克自己自主的一個失誤 對 但 撞後點噴的位置 稍微卡住了 而且側身錯啦 小羽 哎呀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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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選出的一個難圖 看一下這個捷徑要選擇直接進 沒問題 那沃克選擇是走外圈 但他的領線依然還是比較多 這裡小羽又發生了碰撞 看起來方向鍵 沒按到 好像有點緊張了師傅 連續的一些失誤 也是讓 沃克拿到了算蠻巨大的領先 欸 沃克這裡銷到了之後 這張賽道 黑人能補位嗎 應該是沒問題 那最後應該就沒有差到太多分了 沒差太多 差個1分左右 1到2分 應該三個人都同秒吧 但剛剛那個看起來 直線那個看起來 不太像是會沒按到的 你說在小羽這邊嗎 對 方向鍵 方向鍵 不太像會沒按到 那也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啦 對 看一下有沒有 決定一下狀況還是怎麼樣 對 撤錯邊的話是蠻正常的 就有可能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可是沒按到他比較少見 那這樣子的話這局目前是領先1分 現場好像也有一些討論 欸 這邊 喔 這邊 彎 轉 往左邊 出椅 你那邊 喔 彎過來 你覺得怎麼樣 沒問題 左邊 飄過去撞到右邊 他就爆炸了 沒有問題 喔 可以可以 那下一把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下一場要選 選到的是 長扯 又是一個單圈賽道 沒有問題啊 感覺 感覺應該剛剛也是沒什麼問題 如果有問題的話選手就會反饋了 對 因為有問題應該是馬上會有 對 選手是會直接反饋的 對 選手是會直接反饋的 對 或者說裁判會有一個馬上的處理 但看起來應該是自己的問題 那就沒辦法了 那我們稍坐一下等待 我記得在我們今天上半場道具組說 這個給女孩一個家也是有一個重賽的狀況嗎 對 就只要有問題 隨時 對 這個裁判 隨時反應裁判這邊 判定 裁判定 就會有 就會有處理了 好 那我們比賽要進入到的是 下一輪的對局 這邊選到的是 不一樣的車子喔 小羽跟黑人選到了麥拉倫 那還有一台神風玉堂跟銀河之光 銀河之光比較少見 這邊 麥拉倫是長城非常舒服的一個圖喔 所以黑人 一步出去之後 先 兩台麥拉倫領先 這起步的一些優勢啦 而且黑人非常非常拚喔 是一個掀開氮氣的跑法 小羽久穩落後大概四個車程位左右 但後面兩個人已經拉開了很長一段距離 小羽自主失誤 這邊 發生的失誤是被黑人拉開了又大概兩個車位左右 對 而且氮氣的這個節奏亂了 路線爆炸 哎呀 在下這個石橋的時候 也發生了一點突現的小偏差 黑人過得是更穩一些 ECU出去很穩 進階這一場黑人的一個操作 哇 而且 這裡沃克是什麼啦 對 沃克看起來有點崩盤 距離有點遠啊 這一場 沃克這把是真的有點小崩盤 對 小羽的一個干擾 影響到黑人的ECU 但是最後這個關鍵跳台才是重點 對 這個關鍵跳台 這裡黑人的位置是至關重要喔 這一個小羽過得更好一些 哎呀 那這裡的話是可以拿到很多分喔 這個跳起來的角度還是很不錯 而且黑人跳秒了 沒錯 那這樣的話是一個大分局 4秒衝線 哇 那可能只差1分或2分耶 只有5分了 我說那這樣子可能這局是會拉開到 甚至差1到2分喔 這個長城是有其道其笑的 哇 這不知道後面發生什麼事啦 對 黑人只有9分 9分的一個情況下落後很多 喔 那不得了耶這一局 對 然後女巫跟沃克差了2分 這一局不知道是追平還是 直接來到評分 所以我們等一下也是可以跟後台去做一下確認 接下來是誰去做選圖啦 這第幾張圖了 一來一回贏了4分吧 贏了4分 有追上 贏了4分的話還是有AZ選圖 而且很接近 欸 這第幾張了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確認一下 我可以再確認一下 這太太多局了 估計是第五張 沒問題 還有4場的一個比賽分數非常接近 來到第五張 那等一下的這個選圖拳 以及這個選擇 我們可能還要再稍稍等一下 喔 選到的是 龍門新春啊 占星賽的啊 比較簡單一點的 那這個長城其實真的有騎到他們選圖的奇效了 小宇在這場展現 他精神的一個操作力啊 黑人這場比較求穩 你可以看到他多次的 這個路線選擇啊 其實比較保守一點 但是確實啊 也是跑得很不錯 但幾次的一個B進導致 這個小宇幾次的一個B進導致 黑人在路線上 選擇上是發生了這個 受迫性的一個失誤啊 感覺小宇他的這個 我覺得 跑圖上下線非常 就是非常的高 他當他沒有失誤 他沒失誤的時候 真的是沒有人能夠追上他 但他如果自己有一些 可能 零碎失誤 或是說發生一些狀況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會掉到很後面的 對他的跑法就是 很拚啊 差兩分啦 差兩分啦 這場 久違的 追光者 亮出來了 這台應該是夜雷戰神吧 欸還是追光者這個皮膚 看一下 黑人在這一場 是用到了亞洲奔騰 對 亞洲奔騰在前面 跑的一個速度 確實是比較快一些 但是WALK從旁邊側面的一個切入 對 哇塞 是黑人被擠掉了 尷尬 對 女巫直接補上來 在這個木板區 下來的角度都還OK 稍微停滯 接一個進階 調整一下位置 接下來之後一個彈射點 過來 其實他彈射很完美 對 建議到的是戰期延續的連續時間 再一個WCWB很可惜彈射沒出 這一個完 欸 飄倒了 欸 這個角度不動靠喔 尷尬這一場 完了 那後面其實黑人的落後秒數 是非常巨大的 對 這個ECU 破又有點危險 小驚險了一下 選擇進階沒錯 但又撞到了 又碰到了 那這一局好像是一個AZ1的逆轉局喔 對 沒有想到在龍門新村這一個 比較簡單的賽道中可以拉奔 竟然可以拉到分數 全程延續女巫這一場 能拉多快就拉多快 用的是亞洲奔騰 再一個刷彈射沒出話 這邊小慢了 而且只有WCW噴 對 那後面一個延續點是有延到 那後面的話沃克也是有把秒數給跟上 不過主要是黑人的一個落後 開個氮氣這裡 再疊一個CW 重現了 讓黑人這裡 大爆炸 完啦 五秒重現6分的一個成績 哇 這要逆轉了耶 真的要逆轉了 連續兩局AZ1 成功擊敗了對手 現在將會是由雲居競技 選突的一個機會 對 沒想到在 這一張賽道 第六張賽道要選突了 那小宇的話是一個9分的成績 黑人 黑人 6分 這樣好像是不是反超3分啊 8加6 14 那 小宇的話是9分嘛 11加 噢 錘起來了 11加9 20分 嗯 然後剛剛差2分 所以現在倒追了 反超了4分 反超4分喔 是不是在考驗我的數學 是 已經 已經快算不出來了 好 那我們等一下 看一下這下一張圖會是什麼呢 是星星火車站啊 這是一個簡單圖 而且這是 雲居選的喔 這有點不像雲居的選圖風格 對 星星火車站 但這個圖的話 跑起來 欸 沃克跟黑人也是蠻穩健的 那我們就 期待一下這邊選手再去做一個最後的調整 來了 要進入到比賽裡面 現在目前是領先4分的AZ1 看能不能來去幫自己的隊友報仇 喔 這ECU的話 小羽好像是衝到了冰柱上面 黑人跟沃克再次拿下了雙臨跑 但是有點互相干擾 對 這裡 要小心不要卡到了 對 但 以車速來說的話 銀河之光 車速沒有比較快 這邊黑人只要卡到了 直接按出了一個附位 只要CW噴 對 但是後面他按出附位 所以小羽還在他的後面 對 小羽這場落後了很多 那前面沃克要看一下能不能把速度拉抬到最高 第七場的一個局 只剩三場 看一下這邊 女巫還有機會可以追沃克 而且現在小羽掉的比較遠一點 不是比較遠 是超級遠 他已經看不到車尾燈了 那後面一個ECU去做一個提速 對 女巫的ECU也放得比較穩一點喔 放慢了 這場沃克能不能夠守住呢 在前面 這每一分現在都是非常重要啊 欸 女巫差點掉到了 這火車變成沃克的ECU 噴歪了 有點尷尬 沒錯 那後面看一下女巫這裡 還有沒有一個加速的空間 還有機會 還有一個針道點 那其實連續做出來的飄移 接CWW連續的兩下 但是第二下沒有踩到 後面歐克一個側身 然後再接一個空洞 地噴形的CWW之後 要進入到的是中一二流線 10分這邊 哇 跳秒 小羽 只有8分 那好像 10加8 18 然後21 追3 追3分 還有選圖權 差1分 還不錯 還不錯 因為如果你追過了的話 你反而不能選圖 是 你甚至評分都不能選圖 對 你評分不能選圖 因為你先充填 對 所以落後1分是最好的選擇 金鑽石嗎 對 沒錯 算是一個還不錯的精算師 欸 剛剛是不是有人跳秒 沒有沒有 我看錯了 因為都是那個 跟著衝線的 跟著衝線的 所以一定是10分 好 那我們現在 已經來到第7張圖了 這局好刺激喔 第8張圖 西湖 目前是只差1 1分 西湖選出來了 欸 剩兩張圖差1分 欸 對 剩兩張圖差1分 可是 西湖的話 這邊是還有車啦 車也是還有一個狀態 但西湖的話 也是一張很容易 拉開比分的賽道 對 好 那我們就馬上 近代比賽的開始 這裡也是趕緊 開在前區 跟隊友進行個溝通 畢竟誰拿到BO3的第一場 是一個優勢非常大的局面 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情 兩邊的實力看起來 目前是差不多的 好 女巫這邊 是選到了 我 竹心者比較少見 竹心者的話 在跑這樣賽道 淡氣還是 跑法比較特別一點 對 剛剛來的很多 有些觀眾還說 現在賽車怎麼都亮晶晶的 非常的帥氣啊 對 這些都是台幣 沒有 這個是 欸 甩錯邊了 這是第幾次啦 女巫 對 女巫 尷尬了 哇 這關鍵的甩錯邊之後 哇 小玉撞到了 還好沒掉下去 對 有稍微影響到了這個黑人 這邊 瓦氣沒滿 那這個 擺卡啦 對 ETU稍微去做一個提速 但前面的話 這僅僅只是第一圈而已 看一下沃克能不能夠 擴大這個優勢 這邊 提速 小噴也沒點到 小星跟黑人有一個碰撞 對 要讓一下嗎 由黑人直接選擇卡器 讓隊友 雙齡跑的一個局 這場能夠把分數追回來 在第八章賽道 但黑人跟女巫的一個 女巫跟小雨的一個距離 其實很近 沃克這邊發生了 路線上面的小偏差 對 小飄沒飄好沒跳起來 這邊有一個互相干擾的 這裡要非常的小心啊 這裡最慘的局面 就是兩個一起跳下去 對 一次一步出去之後這邊 比女巫路線更好選擇平手 沒有問題 稍微煞車調一下角度 那過了老樹根 直接平轉過了 再一次拿回床 你跑 我可 這裡有跳過去嗎 有 還好啊 這裡如果踩下去的話就完蛋了 最後黑人是直接補上來拿到了這個守衛 但女巫來到了第二個 哇 小雨這一場 小雨 6分 那 好像沒了呀 6分加 應該是沒跳秒 應該是6分加10分 對上的是21分 看一下最後的沖線成績 那真的反追4分嗎 好像是 對 他沒錯 反追四分 四分是有機會的 八 有喔一定有機會 我還可以再考慮一下 所以四分是.. 要選怎麼圖呢 哇 沒有想到小雨自爆啦 因為畢竟 原本想說女巫一開始的 方向監按反了,但還是十分的一個成績重現 女巫好像已經方向監按反好幾次了 對,好幾次了 至少我們後面帶到就有兩三四個 那我們現在就等待 AZ1選出他們的BO3第一局的最後一張圖了 這邊來看一下他們選的圖是什麼呢? 還在做一下考慮 要追四分的話,可能要選難一點的 對,還是有蠻多圖可以選的 例如 選了反向11 反11是能追四分的圖嗎?你自己個人認為 不行 不好追對不對? 不好追,這個圖不好追 對,主要是他如果沒有太多的一個大失誤的話 其實這個圖很難追四分 因為15點比較少嘛 你要大崩大概兩次 你才有辦法落後大概四分的一個局面 而且你要確保你團隊得拿21分 21分之後對方有比較大的失誤 跟不上 隊伍 這樣子才有辦法拖到這個四分的一個節奏 沒錯,就是你要祈禱對方失誤之外還要你自己跑得很好 對 一個雙重的加成 才有機會來去做一個逆轉 目前是有一個四分的優勢 雲居競技 暫時領先來到的是今天BO3第一場的最後一局 對,小羽起步的 欸,沒出雙噴 完了 前面女巫補上了 還可以 這個起跑速度稍慢了一些 但會有補又補上 但這個進階也沒有過好 雖然Walk超到了第三 這場要靠女巫前期的一個發揮了小飄雙噴 有機會往前逼近 看一下這個對抗 女巫把黑人推開 有,其實我覺得這裡 對於雲居來說他們就 跑穩就可 我自己認為 對,女巫是把氣給補起來了 多了一個氮氣的跑法 欸,自己不要發生太多事 欸,但女巫一個卡位 發生失誤啦 想要去做一個衝撞 帶黑人的一個CV去 算 補足了剛剛前面摔尾的一個小失誤 對,這邊Walk跟黑人拿下了雙臉袍 哇,那好像 也宣告著這一局有高機率可以拿下勝利 沒錯 因為現在你除了要追趕前面的Walk 你還要再領先他們很多 其實兩個人都要同時實現我們剛剛說的這一個 前提之下 我覺得是偏難啦 小羽在後面的穩定性崩盤啦 欸,Walk這裡給機會了 沒有害到黑人 還可以接受 黑人這邊 只要能夠代替Walk穩住的話 先把11分穩下來 基本上勝券在握 對,你只要穩住11分應該基本上是 還挺穩的 當然 如果這裡有發生失誤連帶到自己的隊友的話 那就不好說了 還是選擇用彈射 但沒出這場 剩下半圈的一個時間了 以黑人跟Walk來說 只要穩住 不出太大的一個問題 很難在這一局被翻盤 但是 這邊有 對,有 互槍的一個干擾 黑人一個鐵彎 順利再完成反超 好像敵人一樣 你知道嗎 對,他們好像 他們跑得很不像同隊 不知道為什麼 對,但 但看起來也沒關係啦 欸,這邊Walk 不小心雙殺斷彈 把氣給放掉了 但成功的拿到了首位 一二 名的連線盤沒有 最後小羽有上來 不過賣車恭喜雲運進一擊成功拿到1-0 對,1-0 率先在第一個波拿下 但其實 這場AZ-1的一個表現 還不錯啊,我老實說 還不錯啊 尤其是他們那個長城讓我眼鏡為之力量 我覺得等一下長城應該也會是他們的命運武器 對,長城是有機會再選出來的 這場的分數就沒有這麼重要了 而且還有一點 就是他們的空港到底能贏雲聚多少 對,也要看一下雙方啦 因為畢竟空港這個圖來說的話 雙方都有機會 兩邊其實都跑得不錯 我去看誰當下發揮的狀況更好一點 那我們這裡的話 好像有一個現場需要去調整的狀況 大家也是可以稍微等待一下